一份好吃的麻辣爆肚 咱们应该怎样做 才能让这个毛肚吃起来脆嫩爽口 汤汁麻辣鲜香 大家好 我是观想要陈老师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做一期详细的讲解 首先咱们先泼一个辣椒油 准备中臭的青椒粉60克 这个辣椒主要就是提供咱们这个辣椒油的香度 然后再准备西面50克 这个主要就是中间咱们辣椒油的颜色 还有准备15克辣椒王 主要是提供咱们辣椒油的辣度 最后咱们再准备一点增香的配菜 洋葱大葱生姜香菜 还要准备一些增香的大料 最后再准备15克脱皮的白芝麻 锅里面咱们加入500克的大豆油 凉油把我们的配菜先给它放进去 然后开大火先将这个油温给它升起来 油温收到150度左右 咱们把火改成这个中小火 然后慢慢的沁炸 蔬菜以及大料的香味给它炸出来 好了最后炸到这种颜色金黄以后 这个香味也砸出来了 咱们全部给它捞出来 给它打捞干净 全部打捞干净以后 咱们将油温给它升到190度 碗里面咱们把这几种辣椒面 全部给它倒进去 还有咱这个脱皮的白芝麻也一起倒进去 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给它先搅拌均匀 然后将咱们这个油给它泼进去 先给它泼上一勺 搅拌一下 然后将剩下的油全部给它倒进来 再次给它搅拌均匀 最后再加入5克的香醋 5克的白酒 激发出辣椒的颜色和香味 这样咱们这个辣椒油就泼好了 咱们泼好这个辣椒油 最好给它闷上一晚上 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咱们这个麻辣爆肚好不好吃 除了咱们这个辣椒油 芝麻酱的调制特别的关键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调制芝麻酱 那里面咱们先加入100克的混合芝麻酱 这个比例的话就是芝麻酱8 花生酱2 咱们用着通常说的28比例 接下来咱们放入15克的蚝油 10克的芝麻香油 4克盐 2克鸡精 再来2克白糖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以后 咱们加入适量的纯净水 这个水的话 咱们分次给它倒进去 先给它倒上一点 咱们给它搅拌稀释 然后继续给它加 然后继续搅拌 最后咱们搅拌到这种程度 摇起来以后细腻光滑 没有疙瘩 咱们这个芝麻酱就和好了 咱们今天调制芝麻酱 没有用油来调制 是因为麻辣暴露 本身油比较大 如果我们再加入 用油调出来的这个芝麻酱 那么它吃起来就比较逆口 接下来咱们调制高汤 熬好这个牛骨汤 咱们取上10斤 咱们放上35克的盐 15克的鸡精 10克的味精 5克的胡椒粉 全部给它倒进去 给它搅拌融化 这样咱们这个高汤就兑好了 接下来咱们调完几 先放上两勺芝麻酱 再来上一勺辣椒油 喜欢吃辣味重的 咱们可以多放一点 来上一点豆腐 再来一点韭菜花 再来上一勺蒜末 最后再加一点花椒油 再来一点味极鲜酱油 最后浇上一勺咱们炖好的高汤 然后给它搅拌一下 将这个调料给它搅拌融化 这样咱们这个碗底就调好了 接下来咱们开始烫菜 先放一点豆腐皮 再来上一点金针锅 再放一点鸭血 再来上一点上海青 先将这些蔬菜给它烫熟 大概煮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煮熟以后 帮我们体验泡火热粉丝 给它烫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煮好的菜 咱们先给它垫到碗底下 接下来咱们开始烫毛豆 这个毛豆千万不能烫的时间太长 最多烫个几秒钟就可以了 如果烫的时间太长 那么咱们这个毛豆吃起来就老了 就不脆了 毛豆烫好了以后 咱们给它放到最上面 放上咱们这个花生碎 再来上一点葱花 撒上一点香菜 最后再来一点黄金豆 喜欢吃辣椒的 再放上一点小米辣 这样咱们一碗麻辣报度就做好了 大家看一下 麻辣鲜香非常的贵 便宜谢谢你 这个刘烫